现在我要扎到的右手,定位在哪里啊? 一定在左侧,交叉取旋 取哪个地方呢?现在咱就定位了 这个是个,我刚才忘了说颈洞穴了,对不起,再记一下,颈洞穴 实在对不起你们 表示签,颈洞穴,它的位置是小指和无名指指缝上0.5 小指和无名指指缝上0.5,进针1.5寸左右 无名指和小指指缝上0.5,我现在就可以扎了啊 大家注意,我的动作,我不是在跟它握手 这个有什么好握的,是不是?但是我要把它握住,为什么? 啊?啊?大点声说 一个是怕它跑了,二固定位置 如果你不这样固定位置,暴露不出,充分暴露出位置 这是一个,第二个,它一张,跑了 是不是?连针带,人都带走了 你说不好站办了,注意,固定住 然后消毒 好,千万不要拿这儿打针饼,怎么办?我把它放在下,一定要拿针尖这个位置,距离越近就好,速度越快 注意,我把这个小指放在他的手指上,干什么?固定 固定 看见了吗? 好 行了吗? 看见了吗? 好 迅速 我就像部队训练一样 一二一正部都是分解动作 一,禁疲 二,竞争 我先禁疲这是一啊,二,竞争 竞争进不去怎么办? 竞争 一,迅速穿平 二,迅速禁针 禁针1.5寸到2寸 然后,向右撵针 瞬间用撵针 然后,瞬间回味 是同时的啊 看到 撵针 回味 出针 这个过程 第一 穿平 禁针 撵针 回味 出针 整个过程 三秒 但是我给大家表演 我不可能三秒钟出来 因为你们看不见 要是跟老师学东西 教给你们 真心的教给你们 就分解教给你们 不分解教给你们 可以这么说 不告诉你,根本就不会 我在天津跟王远学习的时候 王远怎么着 大家告诉 你看都看不见 这个小时候给你打 真相是这么义 你根本就看不见 嗯 嗯 那么 扎完针 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下 在扎针之前 一定要检查病人的 颈部的功能状态 那你说你都不知道 有没有精神病人 瞎扎 那么他知道 他活动度有多大 你瞎扎 如果病人扎完了以后 有没有改善 你不知道 瞎扎 所以这几个过程 都必须在扎针前做到 检查检查病人的活动度 低头 转头 然后在扎针的时候 一定要嘱咐病人 扎针的时候 一定要活动 进步 就跟福老师那样 一边用一针扶散 摇啊摇啊摇 摇孩子睡觉的时候 摇去又摇 摇到一摘 是不是就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要注意 摇的目的有两个 咱们中间一讲 气质水域 通过摇 可以是吗 是不是改善 改善一下 另外一个 通过的摇 是不是看到活动度有多大呢 我们不要老板 好了没有 这样不需要 看就行 你看就看 好多了啊 好了没有 跟昨天一样 那坏了 这个 顶头像都看到了吗 这个顶头像都看到了吗 那么我再给他扎着顶椎这个 制针 小伙子穿 一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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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